嗨 大家好 我是冰某娜 今天是冰某娜的动手改造单元 我要来自己改造我的客房 因为我们收到了 Luffy House给我们的挑战 要来自己用他们的风格油漆组 然后复制一下自己的家里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好像可以来重新油漆一下我的客房 因为我的客房其实当初装潢的时候 给你们看是完全没有动的 它现在变成我打雾间 那墙壁也都是空的白的 我本来就一直很想要把我的客房改造成 除了让客人可以来住的空间之外呢 加上我的拍摄摄影棚 所以我这次就选了 我觉得蛮特别的油漆 应该是一般人家里比较少用的 粉嫩色调的油漆 想要复制成一个比较梦幻甜美的风格 跟我家其他的空间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始把第一步 我要先把这些东西清掉 想到我头就好痛喔 开始 我终于清空了我的客房 累到爆炸 那我们这次要用什么改造呢 就是这个 登登 Lobby House 自己推出的风格油漆组 那如果你很常看中修的频道 应该就会知道 Lobby House他们是一个 专门帮大家改造空间 然后以软妆布置为主的 空间风格师 他们现在就推出了自己的风格油漆组 我觉得很棒的是 其实你有时候在家里DIY 自己刷个墙壁 就可以把整个家里的气氛改造得完全不一样 但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漆油漆很难 然后我以前在租房子的时候 非常的喜欢自己漆油漆 就是只要你把租屋处的某一面租墙 改一个颜色 你就会觉得你家好像到了民宿 或是有特别设计过的感觉 我就很爱漆油漆 所以我其实蛮会漆油漆的 那这次呢 我选了他们的组合式 有爆粉色的组合 这个 因为我很想我家可以有一个 比较偏粉嫩的空间 这样可以当作我的一个 特别的拍摄主题 然后又可以让来的客人觉得 好像很好睡很温馨的感觉 那他们的卖场里面 还有很多依据他们以前设计过的空间 然后配色很热门的颜色 调出了很多属于他们的特调色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造你的租屋处 或是你自己的家想要来的小改造的话 其实我很推荐可以直接 选他们的风格油漆组 你回家什么东西都把你准备好 例如说像这个 它就有一整袋的工具 你需要漆油漆的滚筒 然后搅拌板 刷子 然后还有这些遮蔽胶带 纸胶带 跟这个油漆盘 它全部都把你准备好 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重复使用 所以你漆完油漆之后 还是可以继续留着 像这些油漆 我通常自己我家装潢完 我也会多留不同颜色的油漆 在我的阳台 如果之后真的有掉漆 或是弄髒要补 我就可以自己补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有看到吗? 等我这个墙里 我终于刷完了 超累 那我休息一下 那我有准备很多 就是我从各个地方 收藏来的纪念品 或者是我在宽亭 还有F&M 还有一些家室店 买到的 布置家里的东西 然后我想说 我先来布置上去 然后等等再来 跟你们正式的开箱 我布置完成的客房 好 走吧 经过了一下午的努力 我终于改造完了 是不是超级美 我自己好喜欢喔 那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在客房这个小落布置的东西 第一是在哪边买 或是我在哪里收藏 然后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 在这个改造开始前呢 就是Luffy House的 山跟Cell 他有给我一个 他们改造的建议 我把它放在这里 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的沙发床还没有来 所以我就想说 沙发床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先做一个平面的感觉 就是可以直接穿着鞋 拍一些穿搭 所以我现在地上 就直接铺了地毯 整个粉粉嫩嫩 有点像是那种 王美咖啡厅的 那种摩洛歌风啊 我也不太知道 反正就是最近好像很流行 这种粉粉嫩嫩的感觉 一般你可能要这样子的场景 就要去咖啡厅 但是 没想到我居然用他们的 风格油漆组自己打造出来 然后油漆是我自己乱刷的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我的油漆是特别把它 刷成那种很斑驳仿秀的感觉 我觉得乱刷的 这个不规则感 其实比一般的油漆更好刷 所以如果你想要挑战看看的话 你可以其实像我这样 就是油漆刷干刷 或是滚筒干刷 其实就可以刷出这种 很特别的质感 那接下来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这个空间里面 搜集到的小东西 首先第一个是 这个上面我有挂了一些挂饰 那这个 真枝的挂饰是我从宽亭找的 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宽亭的家饰品 我家外面没有放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东西都是手工制 然后又是进口的 所以质感都超好 可是价格也比较高 我自己觉得 其实跟在淘宝买的 很明显的质感有个落差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需要放在家里的话 我觉得 如果你有空可以去宽亭逛 它们真的有很多很厉害 然后从国外引进的品牌 那这个就是手工编制的 波西米亚风的挂饰 因为奇迹地地如果挂在外面 一定会拉坏 我就想说这个空间 我是会把门关起来的 那我这里就可以放很多 我自己私心很想要的收藏品 我就都放在这里 这上面这里呢 还有两个 金属的挂饰 是我在H&M找到的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大象 然后被我看到这个大象金属的 挂一勾之后 我就超喜欢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大象 然后还有一个豹 然后上面挂的这个啊 是我这一次去 兰宇潜水的时候的 收藏品 它是兰宇那边的艺术家做的 海漂物做成的这种小挂饰嘛 上面是浮球 然后漂流木 还有一个铃铛 然后我就买了两个回来 我觉得挂在这边很有味道 这边的帽子这个呢 就是我之前在LARA买 那这上面的帽子 都是我自己真的会戴的帽子 所以我就想说 也可以把它挂在这里 当作一个空间的设计 所以如果你们自己家 有一些草帽 或是小包包 其实都可以这样子 用钉子钉一钉挂在墙上 我觉得就会很好看 那接下来这个空间呢 就是下面这个部分 放了很多 我一直都很想要的东西 例如说像这个粉红豹的地毯 也是我在宽亭挑到的 然后它是印度的手工羊毛地毯 真的超级的漂亮 而且质感非常的扎实 可是它单价也是有点稍高 我觉得以地毯来说不到非常贵 可是以这样小小的摆件来说 借它好像也要两三千块 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收藏 没想到我把它带回家之后 你看奇奇就会在上面超可爱 它好喜欢这个 然后奇奇又长得很像豹 所以我就觉得奇奇特别 怕在这个粉红豹的地毯上 是一件很疗愉很可爱的事情 旁边这个两个仙人掌呢 是我从淘宝找的 假的仙人掌 因为家里有宠物的关系 我就不太能放真的植物 那我觉得这两个仙人掌 之感蛮好的 外面这个草边的花盆 我也蛮喜欢的 我买了三颗 外面还有一颗龜备叶 三颗加起来含运费大概是五千台币以内 我觉得也算还蛮划算的 那这边呢还有一个是 猫咪的花盆 是粉红色的风格 我当初买了四幅 然后就我家外面有另外的三幅 所以我就把粉红色这幅拿进来 很搭配这边的空间 然后接下来旁边这边 这个抱枕啊 是我在H&O挖宝挖到的 它特价的时候很便宜 我记得这一个699是羊毛针织的感觉 我很喜欢这种特别风格的抱枕套 那你就可以自己买回来换 然后像这一个又更便宜了 它才599块 然后是这种粉红蓬蓬的 这种特别 就是比较浮夸一点的抱枕 就会很适合这种 会很容易让你的空间变得比较有特色 就感觉好像特别有设计感的样子 我就很喜欢这种 不是一般传统材质的抱枕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H&O的家室找找看 它们有很多这种特殊抱枕 然后都很常特价 那地上这个地毯那种针织纹的粗粗毛线地毯 也是我在H&M找到的 那这个好像就1000多块 算小贵 可是因为地毯本来就都不便宜 我其实有在宽宁看到几个我蛮喜欢 或是淘宝我有看到很多我很爱的摩洛哥风的手工地毯 那我看一下价格大概都是8000到1万左右 我就买不下去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小块的大概1000多块左右 到了这边之后呢 地上这有一个粉红色圆形的小地毯 是我很久以前 大概一年前在韩国买到的 我当初买回来是为了当奇奇弟弟猫砂盆旁边的那种 踏猫砂的地方 那没想到现在刚好配这个粉红色的空间 它后来底下也是蛮可爱 我就把它拿过来 那旁边这两个呢 是我之前摆在外面 我设计师送给我的手工制的干燥花 很有特色就很适合放在这边 我就一起摆过来 因为我这个空间的很多东西都是很活动的 所以其实如果有时候我外面需要什么道具 我就会把它搬出去 或是外面有什么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 我也会把它搬进来 就变成这个空间很活动 我就蛮喜欢的 那我先介绍这边上面这一个 这个托盘呢也是我在H&M的家室找到的 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在宽亭也是一样找到的这个 很像是凳子兼小茶几的抱枕吗 我不太知道它是什么 反正就是它其实不太是 不特别说是它是椅子或是抱枕或是凳子 反正就是你把它看你要坐在上面也可以 然后你把它当做一个小茶几也可以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软板的小茶几 那因为东西放在上面可能会掉 我就去找了一个金色托盘 然后这个我记得也是刚好H&M有折扣的时候 有特价的时候买的我超喜欢去H&M挖宝 我觉得可以找到很多厉害的东西 然后我就在上面放了一些小扩箱 然后就可以摆一些你的小饰品们 在这边就特别的有感觉 所以就变成一个摆放我的战利品的小空间 然后这个凳子我真的好喜欢 它也是这种有毛毛编织感的 我不知道是怎么讲欸 就是这种粗粗的 我很喜欢这种编织感设计的家饰品 可是这个也是很怕猫抓 所以我就把它头放在这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把门关起来 这样就不会被我琪琪弟弟抓换 所以我就真的很喜欢这个空间 欸我发现琪琪 琪琪超喜欢这个空间的 它好可爱喔 我觉得这一次用Lobby House的风格油漆组 来改造我的客房 我觉得很成功欸 你们喜欢吗 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 或是如果你们还喜欢 它们的什么样的风格油漆的话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 你们觉得自己的家适合什么的颜色 我觉得适时的帮自己改造一下家里的空间 然后换一个颜色换一个风格 有时候比重新装潢还更来的有成就感 其实我们这次的空间改造呢 还有好几个YouTuber一起合作 像是莎莎手作 或是拍居家空间也很有质感的 Phoebe 还有Alina 跟Lobby House 那我把大家的影片连结都放在底下 如果你还有兴趣看其他YouTuber的空间改造的话呢 都可以点底下连结去看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改造都很厉害 那我们每一个人刚好又都挑了不一样的油漆 所以可以看得非常的过瘾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 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